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叫综合三面四个部门部门所谈的一个部门 就是再细细说明 这些有辅助能源 有回收控制系统的一些实力来针对这个动作的情形的优切点 以及所谓的它有干扰的影响来做一个说明 PIPD PID控制器 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幻大器材 加上适当的回收行为来造成 利用并联各单独的时间行为组件的方法 虽然可行 但利用回收来获得所希望控制器的时间行为似乎更为简单一点 无回收控制器以控制误差XW 直接操纵这个调整变数Y 不管调整变数是我为控制期间中的控制变数的控制所需要的正确值大小 XOmega是我引发正确的Y 这些都必须等到作用于控制变数X之后 看到输出才会知道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所谓的一个变数的一个位置 我们知道控制器是由许多研件所组成 有不少的干扰会专用于控制器上面 当然不只是控制器 连整个回路输入 行脑输出都会受到影响 他们会对我们所希望的Y等于这个XW的关系 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然干扰会受到输出是一个无可抑制的影响 没有回收的话 这会产生干扰的不良影响 并没办法排除掉 对控制器这个传输行为 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干扰的话 针对气压式的控制器来讲 有辅助气压的压力变化 稳定不稳定 气压这个开始压力高 慢慢的使用有压力变低 对我们的这一个原来的系统会不会产生影响 还有喷嘴的变账或阻塞 还有磨洞操纵机果的一个尺质的问题 用久了都会有衰老的问题 还有灰性性的识别性等等 都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就以前我们所提出的这个例子 那所谓的这就是机械式的为主 那弹丸像这比例 上面应有这弹丸的一个调整 会不会有弹性疲满的问题 用久了会有弹性疲满的问题 那另外这个胆板 刚才提到的会被阻塞的问题 那另外这个气压调整的 这个气动机构 它的先行度都没有跑掉等等 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位置的部分 都会影响到我们系统一个正常的一个营作 油压式的控制方面 我们有高压油的压力变化 油的灵性的变化 油的流失的变化 还有灰性性的这个识别性的一个改变 或是稍微的偏移等等 那这些都是呢 所谓的影响到我们油压式 控制方面的一个干扰 那进无回事的一个系统呢 这个呢 干扰会直接影响到输出的部分 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呢 来说个说明 像这个离讯式的人突起呢 转转的部分 转久了会不会有衰老 或是这一个 所谓的摩擦的问题 另外呢 这个操纵油压钢的操作 会不会时间一久呢 产生了一个 持之后相关的一些 衰败的一些问题 还有所谓的这个散级厨轮呢 那个背泄的问题 是不是越做越大 那会影响到它的转速 等等这些 都是呢 一个不知不过不好的一个 干扰 这个都可以看作是一个 对系统很不好的一个干扰的因素等等 电器室的控制方面 当然呢 它有所谓的 供应电压的一个变化 机构应电的一个差异 还有机构应电性质的一个变化 而且 有缘组件的一个变化等等 另外 还会受到所谓电厂啊 磁场啊 温度啦 这个等等的一个影响的干扰 还有所谓它的一个 灰线性识别线呢 等等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这边呢 这些东西 都会影响到呢 我们一个啊 电器室的 控制呢 实际呢 应该有的一个输出结果 就以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边呢 转速的一个调节 跟机械是比较有关的部分 还有呢 这一个 我们呢 发电器的部分 因为一般电器用品衰弱的问题呢 也是相当的严重 本来应该呢 一千RPM的这个呢 转速呢 这个是伏特呢 可能经过十几天九呢 可能只要九点多伏特 这个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实际控制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干扰的问题 当然这是比较偏向于 我们呢这个啊 仪器设备的衰弱问题 所以这边都会影响到呢 我们所谓的呢 这一个 我们一个控制系统呢 一个控制的一个行为 这些我们也可以当做一个干扰的产生 一个控制器的输出呢 必须精确的 以输入保释所希望的关系 不管干扰多大 那这种Y等FXW的关系 当然我们希望呢 都不要改变 这个要求以前呢 这个前面呢 我们已经讨论过呢 这个无回收控制器 这些人来执行呢 之上是帮不到的 对于干扰的一个清除呢 一定要有回收呢 才有办法解决这干扰呢 对于我们这个系统呢 所产生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所以传输系数呢 必须以控制物差大小 是有关的 是无关的啊 各种控制眼界的识别线 所以要在很大的范围内 保持呢 传输系数呢 一定是不太可怜的 阿越干扰的影响 如果我们让控制器的传输系数 不受干扰的影响 传输行为 与所使用的过照引进的弯曲等等 识别性是无关的 在不同的控制物差下 都一样的 就要采取 就需要采取 控制传输行为的一个方法 在控制内 在一个内部引进 用来保持团输性质的控制线路 我们称之为 自动控制器的一个回溯 那由于回溯的关系 控制器的行为被线性化了 不同的回溯 可以得到不同的时间行为 在大控制线中的一个小控制线 我们下期会有一个图的一个说明 保证控制设备的行为好处理 在我们所希望的方式下 保持阐述 也就是说 我们对控制系统 做先前的一个处理 由内部的一个小维路给解决掉 那X的Omega 对Y的影响 因而干扰就没有关系了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在控制器部分 我们从输出Y的部分回溯一个心脑 直接解决掉 我们干扰对我们系统的一个影响 直接减少我们干扰的一个影响的情形 也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大维路里面 对控制器内部做了一个小维路 来解决干扰的问题 从这边我们谈到 在课程中有关的 不管是哪一种的控制器 都会有干扰的产生 那干扰究竟从哪里产生 可能大家可以从外接 也可以从本身零件的 这个魔耗损耗所产生 那当然针对这些东西 我们也要想办法来消除干扰 对于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好 谢谢